字幕君 曾智希在去年跟陳志強能集結婚 讓粉絲們又驚又喜 而曾智希建議接受專訪 分享她珍藏的各種香氛蠟燭 也帶來陳志強多年來送她的各種禮物 曾智希還甜蜜直誇老公是送禮小天才 因為她會送她需要的 而不會硬買禮物 每個都是她真的喜歡的 曾智希還透露前年她生日時 陳志強先預告跟她說不知道要送什麼 當時她以為陳志強故意說謊 還期待有驚喜 結果生日當天還真的什麼都沒送 讓她失望到爆哭 結果去年陳志強決定好好補償 先是帶她去吃飯 再請朋友先到他們家給曾智希一個驚喜 還送她一款看很久太貴買不下去的項鍊 甜蜜直呼真的太開心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